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都给动作设计提供了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空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大的创新及突破在于如何通过武打的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性 这场演义你打得再好 你跟人物不提借 就感觉不是那回事啊 这不是这个人物啊 压力呢 其实比拍一般的动作戏 一般的影响就压力量大得多 每一部戏每一场每一个场景都在提高 如果你没有进步的话 明明意味着你就在退步 那么经过我们在人物和性格上和这个戏上和这动作上 更难就打一段话 有更好的想法出来 准备会非常难 跟刀刮一样肯定 如果下去的时候动不了 准备就僵硬了 然后说 减减 挑战 这为什么不停啊 挑战归得就是三个人 频频发生的拍摄意外 难以控制的群众演员 5月1号到28号与电视剧同步播出 都市频道为您全程揭秘 神雕侠侣 幕后故事 珍贵的一手资料 内容详实的拍摄制作花絮 国内首部以电视剧为主题的纪录片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独家呈现 神雕侠侣 背后的故事 主创人员到达象山影视城的第一件事 就是迫不及待的去看看小龙女的家古墓 虽然她还在修建之中 这次这个古墓的设计呢 要透过几个大的东西 一个是透过一个洞的感觉 从古墓的布景上看 追求的是一种简约极致而有浪漫的舞台效果 有一滩水 中间有一个柱子 叫独粮柱 那么还有一个洞口 可以有一束光射进来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还有糖条 那这些东西组合呢 它给这个洞就增加了很多情趣 它也有那种很舞台的那种效果 它有那种凝聚力很强的那种效果 新版的神教侠侣 试图通过完美的场景 与人物的性格相融合 通过镜头所捕捉的浪漫氛围下 营造出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这次这个景 我觉得是要超过它原理小数 以及超过它所有场景当中 就所有版本当中的一个最好的造型 我觉得可以让你们服装师造型师 包括我们的摄影师 道具 演员 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发挥 解决了以往我们洞里头就是四面十洞 四面十壁 小龙女的这种性格 它和这个场景的关系 因为它在这个古墓生活了十六年 那么这个古墓的选择的好坏 我觉得是关于小龙女这种性格的形成 和小龙女从一个冰雪无霜的这么一个女人 然后一下子有的情 有的爱 这个呢 它都是从这个古墓而产生的 所以它这段经历是特别奇特的 所以我们现在躺下的一个最绝妙的 也就是说最能体现我们服装 最能体现我们人物造型 以及我们全篇的这种浪漫风格 然后我们才能知道 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场景 二 三 三 一 三 别动 少少 少 低点 少低点 一 二 三 古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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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了 古尔 好 来 预备 好 来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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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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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明那个脚 那个地方跟那个脚弱 这样 舒仙死死的盯着她 因为你 你不盯着她她就又走了 好 你们两个都是互相这个埋怨 互相埋怨 互相表决心 好 来 来 来 觉得怎么样 鼻子要酸酸的啊 眼泪要下来 这个时候我们观众等了很长时间 就要看你的眼泪 行不行 激动一点 就是第一次 你在你的状态和古墓里不太一样 还是要激动你 不要太冷 要跟古墓里的感觉要明显的一个反差 是因为她走了很长时间了 那你还 那你还会扔下我不管吗 那从现在开始 你走到哪 我就跟到哪 我让你想就想 都认不下我 那一步 等一下 OK 这一步就是很清美的爱情 很特别的故事 就是很美 只能过于小朋友的这种 爱情的这步 最新有的 这个场景 你利用的好 你设计的好 那么她会 她会给她的 演员的一些调度 和演员的 我刚才说的一些背景 和她一些过程 她都会很容易就把握好 从这一点我们都说 这一次 我们开始就想要 只要做到 只要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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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步 她会给她的 她会给她的 一步 她会给她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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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